请双方选手争夺开机选择的选择 听我口令双方选手一起出关 预备 3 2 1 开始 戴勇获得开机选择的选择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继续收看乐家购物中心 乔世辈2015中世八球国际大师赛 分战赛北京战 已经进行到了八进四的比赛 为您直播的是现在画面上的戴勇 对阵杨帆 还是勇哥大家 陪同大家一起欣赏 英文你好 对 现在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 也要非常感谢大家陪同我们来看球 因为他们也是比较累的 大家看球的同时 不要忘了休息 多喝水 现在这种TNT里边 还是空气也包括温时度方面要注意的 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弹出宋仇琴的标志 不要关它 在左边双击 进网页全屏 再在右下角点全屏 否则这个提示会老提示你 看到没有 杨帆有明显的地方变了 看到这画面里 这颜色有点深了 白衬衫换成黑衬衫了 这两位的衣服基本上一模一样 黑马甲黑衬衫 然后黑裤子黑皮鞋 袜子好像都是黑的 赛制有所变化 三个小时抢17的比赛 对 而且刚才 可能上午场或者说 昨天场次我没有太注意 但我看到现在的右侧 杨帆是没有跳杆单独放在那里 只是一个打一个葱 而且葱是一根BK2的一个葱 是不是借的 难道说它没有拧 忘了拧可能 还建议找点拧 别到时候因为这个耽误 10秒8秒的不太合适 7号球抵戴 今天我在一个 一个群里面 一个微信群里面 看到一些朋友说一些话题 有人做过这种统计 这统计呢 我不太确认是不是真的 他们说在某些比赛里面 好像杨帆碰戴影的胜率不高 有这样的事情 甚至于说 还听说好像是一场没赢 但我这个我不太确认 我们也来看看这场比赛 是不是能够有些 是你接着赢 还是他能把这种 以前的情况逆转了 这就像有几年的时候说 丁丁辉嘛 小丁的克星对吧 嗯 史蒂芬马奎尔 就是说小丁碰到马奎尔的时候 一场没赢过 8号球抵戴 这个确实是有 这一次呢 是赢翻 当然还是如日中天的状态 当然 短时期的状态不是最好 第一局戴勇胜 而戴勇是在上一场 刚刚有过沈勇发挥的 对 大阳也是说越打越好 而杨帆表现得非常稳定 大部分的球手 有包括一些像吴振宇今天早上 我们俩有交流 多数都在关心的是杨帆的冲球 他今天放哪里了 冲球下球率怎么样 完了我俩做了一些交流 也就是说这些职业学生 目前在关注杨帆的时候 可能觉得我在正常对局上 不一定会占什么劣势 但是我冲球一旦比杨帆差 我可能就要失去一些比赛 对吧 是的 失去一些优势 但是他换一个冲杆 第二局杨帆开球 保持他的冲球的状态 要么就是这杆 他冲着顺 还那么稳 那天我印象里 杨帆是赢了张广豪之后 然后在外面进击表位置 余光宇也是过来跟杨帆在聊天 我们仨站在那里的时候 余光宇说了一句话 说你为什么每次到冲上盘的时候 那个球炸不都跟雷锋炸的一样 那么好局面 你教教我们 杨帆想了想 说了一句话 上天保佑 很有意思 确实这个运气也是 有时候特别微妙 我倒不太相信 这个反骨会起到什么作用 只不过按照咱们国家的文化来说 可能有某种关系 下方十一号排球团队过来 然后叫到中代 顶 15是可以的吧 应该可以 这么看的话 果真 从球还是保持 15号球 中代 好的进球率 走到这个角度14号 可能最后要打中代了 今年第一战狼坊战 王云有一杆球 就是这样的 九脚十四 他没老老实实的叫中代 拉一裤 没到位 这种中代 叫到为了是 对他们这个实力 不难打 我也就在 第二局 杨帆胜 一分一比一 掌声方面 好像有点不对 明显咱们的杨帆 粉丝好像特别多 当代 如果说 戴勇是老天王的话 杨帆应该说是 现在的天王 不为过 远方也能看到 是王鹏跟王云 在一场球台上 在比赛 在经历了 他自我也评价为 史上最臭 一场比赛之后 虽然赢了 但是非常臭 看看能不能有后福 观众把咱们摄影师 孙老师 也是挤到 看台站到上面 10秒 6号15 开球还算稳定 最起码前面的两盘 带有冲球还是不错 看衔接球 13号球中弹 延时 这也是带勇的特别 接力 跳下 翻带 勾球 带勇用这种 技巧向打法的时候 会比其他选择要多 不少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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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单刚好中弹 中弹又有 对 也就是从想法方面 有一些 一旦杀证 在带勇这边 可能还不算难 他会想一些 办法给你解开 后面 站立在 后面一些人 还不少 还有山上的朋友呢 对 山上的朋友 你们好吗 你们好吗 对 有段时间 朋友圈里还有这样 11号球底带 什么 动词大词 everybody 对 山上的朋友 你们好 轻轻一K 好球 看带勇打 你会发现 他出关 白球之后的 一个明显的效果 就是 他好多球 都是带着赛 底 就是打推八 对 第三局 他习惯于带着顺塞 一点点去打目标球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习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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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 杨帆海球 十三能过的话 基本上又是 服务员白球 吗 服务员白球了 嗯 嗯 嗯 这个白球位置叫的真的是不错啊 嗯 我还是那一句话 杨帆这一战打的比赛 其实是他最放松的一战 因为就像我说他不用考虑什么年终积分排名第几啊打会儿赛要拼这些想法不去想 所以说这一战的白球效果是特别能够看到一个稳定啊倒力非常高 嗯 嗯 嗯 十一战9 右上角底带啊 滴杆直接横过去稍微横哭边 嗯 嗯 然后9 12 两人反正就比赛一些青苔食物 或者开球食物 力量还不错 第四局 杨帆胜 比分2比2 开球青苔 一人乍两玩 杨帆胜 杨帆胜 第五局 杨帆胜 开球 开球师机 这个用咱们中国传统的老话就讲 一鼓作气 再摔三尔节 你可能坚持两次 但是第三次口呛了 其实这种现象在咱们平时 剧络部会员里也常出现 他觉得他打了很多年 我最高成绩就是联盟2 为什么联盟3 比如说这个坎不是那么好跨的 他想打斯诺克的时候 你可能总过80 或者总过70 但过百就差那10分20分 你就过不去 这渐渐的就到一个崩溃的边缘了 一旦你要是过了几次 你就特别顺了 以后就觉得很自然 意思你开这还不是我自己开呢 对 他开就有把握 所以说他觉得刚才局面不好 那我就自己开 我自己开完了 如果能进净台 下盘还是我自己开 实地 因为上下盘是你犯规 是你实际 第五局 这个习惯很好 就是裁判员摆球的时候 并不在摆的过程中提出质疑 摆完了过去看一眼 虽然右边中带给击跑了 但是左边进了 现在10号呢 10号好像可以打到吧 应该 10号就中带 服务员 小扎一下 好像 对 杨凡的撬粉 你去看了吗 那个1号 你说这个地方有个1是吧 这条粉 好像是有点熟悉 最多见过一次 有可能是他双拙队友 从国外给他带过来的 或者是 或者是可能在我在器材店 只是猫到一眼 但是很浅的一种印象 是吧 因为他的队友 出入国外很方便的 育龙 柯秉 军家硬 对对对对吧 这些人经常去菲律宾的美国呀 中间13如果不打 就是留13去衔接上方12的啊 看你发多大力 对 力量重一点呢 弹扣就出来的效果会多一点 然后那个位置应该会走两库了 再推过来 把耳朵总裁 把耳朵总裁都给大家看 第五局杨帆胜 比分3比2 开球新来 第五局杨帆胜 第六局杨帆开球 又是杨帆自己开球 没进 这回左右两边 一高一低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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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可是白球的位置不太好 7传14传5 是不是这样一个选择 这是靠谱 5号 5号球中弹 确实是只能这么打 那现在看带涌了 局面还是不错 5号 4号 2号的话 右边底带应该都是有 先来定颜色 谢谢大家 等一下 效果不错啊 要考虑八二球啊 力量不要太重 三四六黑八右边中带 可以这样取一个最后的选择啊 当然如果你打三叫四的时候 你想顶八 那你这个角度就要用得非常好 十秒 延时 这个效果还是还算可以啊 稍微不好点就是三角度不好 白球留不住 最多可以顶到15 这样看八个扫头扣响 那叫色尽量叫正一点 然后低端同样四瓦同带 8号球 抵戴 第六局代表 双方各破 对方发球局啊 哎 是的 这样也算是有了别的内容啊 有本地是青海也略显摊调啊 这属于换过来请 哎 我是自己诈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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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julli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秒 明镜与点点栏目 3333啊 底下这个树 最近网上流行一个叫233的东西 233是什么 233是一个表情的编号 像微笑一样是吗 不是微笑 是一个社区论坛的233号表情 它是一个就人在笑 然后两个拳头上下上下什么这么动的一个表情 就表示欢呼啊或者是起哄啊这种 有聊天室里好像有这个表情 后来就发展成233就只是打这几个字 233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对对对 打进并且顺势将对方球可以死 很老量 14 要考虑啊 左边宗带14应该可以打 因为刚才顶完之后 现在就够了 它是在看这个11条13的位置 或者直接能不能调到14呢 没劲 这是双方的第一杆明显失误吧 对 主动失误第一杆 就是叫到位又没打进去 对对对 杨帆那个三船不近 那个三船不近 那个太久上 虽然在带口附近啊 除非像底带那种 含到带眼里了 只要碰到就都近了 那个也得失误 但是你这个关键还有三船 等于第二个球保护一点点就完了 前两个球离得太近了 杨帆能不能把这个局面 一杆给他打光 这个难度不小啊 6号球底带10秒 5 4 7号 14 把对方不好打 14先带一圈 这番球 有信心 这个5号其实是可以推上帮底带的 老练 你不是顶我吗 我也顶你一个 然后呢 我有机会我推5号上去 打进可以叫到2号右边中带 打不进再说 或者说打5叫4 小低该往后拉 打不进2号球挡你11 如果现在用黄一直接叫5号 你看他会不会叫啊 关键 我回忆会不会叫2号直接就K球了 看角度 对 角度合适了 是可以K 力量 要打 要溜之势啊 这杆球稍微有点大 如果能再直点的话 我觉得 咚咚 进了 果真呢 打进了啊 这番球解的还真是漂亮啊 擦排球 这个算个人时间啊 个人时间 寄到里面的 2号就底带 你平时戴这个手套打球对吧 对 一定要戴 一定要戴啊 我也听一些最近跟带手套不带手套的球手有交流啊 他们也有也有说 说如果你适应了这种情况的话 你想不戴的话 你还觉得有点病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带手套之后 首先这个上面这个 这种摩擦的 对摩擦的这种程度啊 会比你平时少很多 就触干的时候 这个快慢节奏上都会有一些小变化的 我是实在没办法 八九底带 手焊的非常严重 嗯 还有一种好处啊 就即使你不守焊 也可以用 它很稳定 对啊 不像你稍微出点焊的时候就有点变化了 有点色啊 感觉抽干特别不顺畅 这有人不喜欢用的是 太滑了 好像没有手感 就是他感觉不到手下和肝之间的摩擦 那种关系了 对对对 还在苗 出干可能后手有点不太顺啊 今天早晨杨帆是第三个来球场练球的球手 除此之外是王鹏和李博两个人在练习 杨帆是八点半左右到的啊 比较早 然后一开始有一些状态不是很好 打了几个之后呢 那大家也看到了 这种选手嘛 打几个之后 他也就顺得不能再顺了 整个一天精神状态也是不错啊 应该是 休息的可以 洗的又早了 第八局 杨帆 感觉到自成杨帆签了双折 底娃公司之后呢 应该是在做一些时间 包括一些身体训练上 在包括排球的针对性训练上 都有一定的制定方案在做了 不像以前就是 我不属于某一个公司之前 我是个球手 我想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 我昨天晚上 比如我喝个通宵 我跟朋友去玩一玩 玩几点都没关系 那现在应该是很规律 上了就擦 或许要一个轻推吧 应该 10号球中弹 因为我们常见的就是 推杆很关键球 要擦排球 曾经一度 这种角度球 我打得都特别厚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也是心里对这种角度上 不太那个吧 我只能说一侧 我们比如说现在看 去看右上角这个底带 从现在咱们这个视角 虽然你很明确的知道 进球点其实是那个 偏左的那个裤边的右边 那个缝 但是当你啪去 下意识去瞄准的时候 那个皮口的浅色 就会让你往那个地方打 有一定的视觉上的那种 所以在刚才杨帆推10号的 那个角度 就容易往那个皮口 那个地方下意识 你知道不是那 但没有办法 对 角度不算好 有点正 再往下走一点 后边那哥们 睡着 那个框枪水 那位置 正眼了 本来13号在上一个如果调到位的话 应该现在打右边中带的 他自己刚才对白球位置不是特别满意 看看过度 再调整 嗯 还有点犹豫 就是不明确 我到底是打哪个或者哪个都可以打 是比较明确 我是K还是不K 这个15号 如果往左下角K 那就往左下角K 不能犹豫 好 对 你一旦想法上有些不统一了 打球是打不好 郭宗憲 再走 8号球中带 好球 最后还要借个例 8点 比分5比3 开球星台 刚刚进直播间的朋友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个 由前皇岛 桥市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主办的 在斗鱼直播平台进行直播的一项民族台球赛事 乐家购物中心 乔石碑 对中国选手 对 而现在画面上这一位呢 已经锁定了年终第一啊 直接保送了 直接保送了 这个总决赛 所以在下一站 应该不会看到他 第九局 他肯定不用去了 可以去看热闹 可以去看热闹 对 刚好自己也是沈阳那边人 辅寸离得也特别近 是不是可以当当技术嘉宾什么的 可以 并且 我估计他会去啊 因为前面有三万的双打 对 他应该会跟某一位球手去配合 还有挑战赛好像是 对 然后 我们会外赛打完之后呢 还有一个杨帆挑战赛也在辅寸 印象里是 我们会外赛打到20号 从12号开始打到20号 然后21号开始就是杨帆挑战赛 9号跟10号呢 就是双打比赛 咱们中华网上前段时间发过一个帖子 叫娱乐什么乐翻天半个月 对对对 有这么回事 就是将近15天左右 全是比赛 在辅寸 14号有底带 对 而且都是一个球房 双折 看效果 左边中带可以打 下方11呢 这个点你要去想 好好去解决一下 12号就中带 可以 效果不算好 现在15这个位置可以再可以啊 还是一库或者两库 可以左边11号 15号就底带 效果怎么样 哦 这个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啊 两位先生 我这个力感也控制得非常好 你看这种白球 基本上想要的位置 跟他现在打过来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连续两杆自由球啊 相当于连续两杆的自由球了 8号球 底带 这一杆 在第一阶段至关重要啊 一个是咬住的感觉 一个是1比2的感觉 是 白球 白球 哦 白球 比分6比3 暂停5分钟 这个太让人意外 太意外了 带友自己也不敢相信 我们也来休息一会吧 希望他能调整过来 比赛继续 第十局 杨范开球 嗯 华球的位置 又是好的不行 好的不要不要的 好像最近流行这个华 这个位置也非常好 14 15 打掉一颗 他先看的是15了 因为这个角度应该是 要么 还是够轻推 那么可能是流中带叫八 其实这杆球真的是 有点怎么都合理的意味 现在打成这样 只要打10号也可以 基本上 都在控制范围之内 还是要10号 为什么说最后打10号呢 就是你较厚丝不太舒服 当然这杆就控制得非常好 8号球中带 非常配合 杨凡胜 你刚才的这一局呢 当国间里出现了短时间的人手不足的情况 你说怎么回事 没人去摁那个字幕 就是换人挡球的那个 左右左右 没换 就是没换嘛 就无所谓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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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局 带有开球 这第一阶段最后一个摔带 也真的是特别可惜 完全是力度和干瓦运用上 出了点小问题 不然的话 5比4 现在变成7比3 7比3 虽然这盘 比如说刚才是5比4的话 那应该是一个6比4 两分对吧 但现在变4分了 谁都有断电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电断的 真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 专注力和判断上 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 那么最后留着6号 去叫8的话 8号球左下往底带 这个位置非常好 十秒 延时 其实这个按钮打5号 低缘够低 可以横着轻轻的敲下9 或者在9上方 去打撒绕球 左上脚底带 4 来了 轻轻一敲 对 效果 然后现在撒绕你可以打 最后还可以用6胶黑8 或者是现在8号右边动态 也都可以选 听导播这架势 一会儿勇哥要去摔像吗 让勇哥替你 是吗 那我去 不是 这勇哥应该指的是那个勇哥 对 我们视频组这边也有一个 叫勇哥的 大勇哥跟小勇哥 还是低竿低一点 小撮 要推吗 一枯上线 当然这么险可以的 不过你要判断的这个角度和线路非常准确才行 8号球底带 第一局 带勇胜 比分4比7 一个上扬 开球进来 这个上扬刚才也导致了 刚才这个第一阶段最后一盘的一个 对 就打得太happy了 他中端 中低端都没事 这个打一个中高端那个位置 然后还有一个小灯带了一些旋转 对 不然底带慢慢又掉上去了 这个真的是不可取的一个地方 还是我说的啊 最后那个杆的时候肯定是专注力上有点分散 12局 杨方开球 15有下 打还是不打 这是个问题 不我是说左上将有下 嗯 13号球 中带 一推 1k 7号 力量越清越好 对 而且左边12号还是k次了 4号位置也很精粹啊 9号 9号就中带 11脚都怎么样 没太挡住 能不能低端去顶12 低端 k 好球 太水了啊 这种k次效果真的是没水了 就像我们在第几天的时候教你说了一句东北话吗 你要记得吗 忘了 那还说啥了 对对对 意思就是这个位叫的真是没话说 嗯 那还说啥了 漂亮啊 8号球底弹 测身 身下3号 小心 啊 攻着腰就行了啊 推下 哎 哎 这 太勇刚才那个眼神 看了他一眼 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太勇也不相信啊 这怎么回事 太勇在想 嗯 怎么回 不但太勇在想 我也在想 这怎么回事 这球杨帆一出竿吧 还是有点右赛 可是这球中高出右赛 这球打不后成这个样子啊 嗯 如果如果这盘球戴勇能拿下 等于说他把他自己 把球掉在那一杆的失误给找回来 给捞回来了 对 因为杨华宁也是送了别人一个最后黑巴交道位 还不难 还没打劲 这跟戴勇那个差不多啊 不过戴勇那个需要打光的 需要清台的 嗯 但这也算捡了 能捡到啊就行 还要准着一杆 嗯 好球 再走 看角度怎么样 还算不错啊 可以较位可以勾 你看你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就直接较位啊 还可以 还算不错啊 打进就行 习惯推就高杆 轻力 不习惯推就中杆 或者中低端 中立打进就行了 感觉好像要推啊 一号角中弹 小心 8号9底带 没致 打中带 我说实话 我没想到 对 没想到 你从我们画面上来看 这个球有点 一分 五比七 他就 这样的 其实特别薄的球啊 薄厚倒是好判断 关键是你要算出 两库左右的一个大概线 你应该是吗 没什么事 那我给你做的 那我可以做的 就是 你怎么办 我可以做的 这一部分 是 对 我可以做的 13局 带勇快球 行 带勇学的还是蛮快的 其实做调整 冲球环节必须做调整 不然你吃亏是非常大的亏 一直被动挨打 或者看着对方表演 5号球 底弹 还是 一个薄球 这个感觉比上一个 那个中弹好像还要薄 黄衣 左下摇底带应该也可以打 现在看一下7条黄衣 滴干有点少 打个环衣可以叫2号 手架有点小别扭 看出个安的质量了 犹豫 通信站位 哎呀 反正也在看带勇的那个 主站位腿 真的出问题了 那个地方吧 撕的一点点 然后又远 对 你手架要放的比较长 然后前面架杆位置 前面杆的位置也非常长 前有架还要架高 观众请保持安静啊 左菜比较少啊 不够 这根球白球正往左走多一些呢 肯定会先打左边这个边库了 好 下方三颗是可以先打光的 然后用13叫11 11叫黑八 黑八这个位置站在中间 左右两侧底带有下 两侧中带也都是有下 角度不算好 有点大 顶一下2 顶一下2打9 但是打9叫13角度就变成 不太好推叫11的角度了 再走 好像还不如顶到呢 他想从缝心之前低竿拐头过来 再拉过去 再回去 甚至于走到现在黑八上方 甚至于啊 或者是黑八那个位置 发现了9号底带有没有 还是不想当 还是中带 这个完全就是练你的准度了 这个完全就是练你的准度了 擦白球 有几回地竿拉一裤啊 地竿拉到这个裁判放的那个描表位置啊 稍微靠左一点 然后再弹下来 叫13号 左上角底带啊 低竿发力 再走 嗯 好球啊 中低竿点进 白球在肯球线上啊 横过来 8号球 底带 十三局 杨凡胜 比分8比5 喝口水 这球打得准起来了 好球 好球 以往戴勇士善当逆风球 但今天这个逆风是他自己搞出来的 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住 太困难了 但我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落后7局8局5局这样的一些时候 14局 不过那段时间应该是在12年左右 或者1年左右 还是他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 14进了 这14 珊珊来词 4号球中弹 看会不会带上比较强的左赛 先选球 两K球位置 两库 再构画蓝图 我心里是怎么想 大概的一个意思 很薄啊 两库 K6号 3号 左上角 好像没了吧 6号球 中弹 中弹 好球啊 角度可不可以推一库上去 插白球 来看位置 是叫擦绕底带还是中弹 哇 需要用赛啊 他这杆球质量非常高 难度系数很高啊 软的强赛啊 对 目标球 进球点也比较准确 第一根横台 好球啊 继续插 一盘有插三次还是四次了 我记得有一战 咱们数啊 某一场比赛 应该是王鹏 平均每局一叉 每局一叉 对 我们数张广豪嘛 决赛 啊 张广豪决赛 福星的决赛 他差了18次 还是多少次 我记得 对对对 还是30 反正很多 反正是挺多的 中带怎么样 还可以 霸球中带 差点出事啊 这擦得有点太滑了 14局 杨凡胜 比分 9比5 开球请来 观众请保持安静 15局 带有开球 13号球 抵带 看准度 没顶到黄衣 应该可以啊 14左边 9号左边 都是可以 12号 右上角 底带 也是没问题啊 按点力量 不要再走了 可以将12打进啊 稍微有点大 如果叫正了 或者是稍微角度小一点 一推下来 15左边 中带就行了 现在好像要叫同一个带了 对 脚可以把给滴杆拉过来 黑巴 右上角底带 8号球 中带 真难打 嗯 这盘总带调得很细啊 15局 带有上 比分 6比9 开球 清台 16局 杨方开球 4号 有没有4号 没有 可是这个局面给代老板留的 就不如自己上的那个好 嗯 要去看一下第一杆K球 K完效果怎么样啊 2号右边中带 5号右边中带 都是可以打 先顶一下 嗯 如果6号左边中带可以打的话 这位置还算不错啊 也在构画蓝图 其实在想这打球的一个次序啊 5号球 中带 然后怎么打 白球放到哪个位置 10秒 延时 这个11要把6号给挡住了 这个不转 还有点亏 嗯 我再没转 还有点亏 关键左边中带要是再没下 那就亏死了 感觉上好像两边都有下 我是一种视觉上感觉 因为我们屏幕上看的 跟观众看的是一个位置啊 只能大概去判断 二号中带 黄衣底带 二号中带 剩下这些球要K球 可真的不能乱K 某一个K不好 就飞吧 补进就出问题了 尤其是12跟6的这个位置 有点小啊 肯定中带是有 如果这么打 肯定中带是有 谢谢大家 10秒 顶到停 好像没了 也许能薄蹭啊 薄蹭过来 你不能发力啊 不能够6 如果算上这个逆毛 就不一定能进 关键是如果想进 轻推不敢发力 不敢发力怎么叫6啊 就看有多少吧 还是没想顶到这黄毅 黄毅原来的位置 1号球中弹 还是算可以的 1号中弹 5 4 3 2 不太够 一轻打 白球 主画面下方这个微微一拐 打到现在 你这双方好像还没碰到过跳球呢 是吧 而且我感觉TV台上跳球次数特别少 一直都在奔着青台就打 炸了局面都是挺好的 嗯 所以说主动的去防那种 给你跳球机会的四周还是不多 10号球中弹 拍照的请一下闪关能关闭 有点 感谢观看 有点薄 15号就中弹 中低端 8就低端 16局 杨帆胜 比分10比6 中低端 17句 带有快就 有球近带 白球位置 还算可以 选球上 花城是比较好选的 不过左边一个10号 下方一个13 看看有没有机会 会去用9号接力 再或者就是打某一个球 将13号K出来 9号9中弹 不愧是借8号的 用8号向下K吧 这种球反正敢打人 不是特别多 就会出现黑霸心的这种效果 又没打劲 又没打劲 5号角度还不错 2号中弹也可以打 他这张球 可以把他顶4效果 然后4如果能将15号K跑 那是最好的了 位置 位置还可以啊 不过找机会 一定要在蹭两三颗球之前 将4号球打进 或者是传进 一传 4号球中弹 不要传死 最差将黄仪留在中弹下方 不能留在上方 上方的话 对方11号是刚好挡代口 对 停 可以打1 16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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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期待 请示娟 8号球底带 17局杨帆胜 比分 这一盘 这个八号没办法再失误了 那个八比这个还要好 谢谢 18局杨帆开球 18局杨帆开球 这盘球角度如果叫6的话 就叫的比较正才可以 因为右边刚好有个二号球 可以打右下方底带 推过来的话 9号还有点碍眼 这个位置 看力量 好力度 很好 干头做调整了 也在想这乔球是不是要叫左上角底带 将白球叫到右边东带下方 这样的一个想法 亮裤还是不错 角度合适可以将15向下可以给 这种角度 那就要想清楚 我是往后拉一点 对 还是往前推一点 甚至于说是发力灯 八号右边东带好像是没有 不确认 看角度 踏白球 踏白球 左赛地下发力 再过来 叫左上底带 到位 基本上算是到位 八号右底带 这场比赛我相信在杨帆心里边会非常慎重 我看清那是什么了 你的一达吗 不是你昨天说的那种 不是我的一达吗 不是 是那个 是那个 是杨帆的义党 八号球底带 薄荷的 薄荷的 无糖 木糖存 应该是 叫什么了 横片 薄荷的 18局 将翻胜 比分12比6 开球进来 3.5分钟 再来休息一下 你可以去抽一等 比赛继续 19局 带勇开球 谢谢 全色一方面是不好选 另一方面7号 2号球中弹 枪行船 还是有单下 从刚才打第一杆之前 其实戴勇修在想 这7号怎么解释 但是呢 因为时间快到 先打一杆 然后继续看 对 你需要先把这个时间 马上从10秒变到45秒 才有办事 反正你的2号都要打 是吧 解释 但是4号又 3号为什么不打呢 刚才上方 他要K这个 那现在7号球 就算是可以接进去 那4号又变难事了 7号又变难事了 7号球 中弹 进球无效 进球无效 12号 10号打进 啊 局面自然就打开了 10号 9号9 中弹 刚才我觉得可以打中弹10号 已经是到了那个位置了 或许他原来本来的那个想法就是这边的 99 对 换成我 我肯定打这边 因为10号这个小角进去啊 难度相对比 会比右边这个大一点点 不管怎么说 反正能调回来10号 现在就不着急打呗 问题不大啊 看角度 高波直直的低竿直接向上啊 八球左边中带 哦 好像差不多 还是擦 擦 充分利用时间 喝水调整擦干擦球 然后打黑巴的时候最后一下非常果断 嗯 找到这边可以挖 可以再擦一个 呵呵 很会比赛啊 这种 八球 底弹 19局 杨帆胜 比分13比6 在副桌 猪龙10比8领先啊 有希望继续黑下去 猪龙这张比赛打的真的是挺好的 还有另外一张桌就是小潮鲁门 对 小潮鲁门曾经拿回亚尔军啊 兰州战 对 对的好像是刘海涛 刘海涛 那两个二位都是内蒙拳手啊 是的 正好是如果我们把内蒙的偏西的地方归为西北啊 那也是在西北两个人当了一场决赛 嗯 是的 兰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啊 嗯 20局 杨帆开朽 嗯 嗯 嗯 看出后来解决6号和15啊 还有9号附近啊 嗯 嗯 先选球 嗯 如果你不可以呢 那6就是右上角抵带 嗯 还是在计划 怎么样最合理 10秒 这个已经叫什么你知道吗 5 这叫进入状态 延时 怎么讲叫进入状态 就是他现在基本比平时练球的节奏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脑子里已经是完全进入状态了 就是我不会投入啊 我不会去想 我会不会不进之后的后果 就这个念头在脑里已经是没有了 可以 而且实时之后的执行力特别强 嗯 不是12叫9吗 12叫9顶一下 13 14 15之类的 还在点啊 告诉自己 我要打哪个 次序是从哪开始 嗯 有点角度啊 可以K下7 关键就看你这个11号什么时候打啊 这么打下去是有可能会最后一个或者倒入第二个打11的 现在打14有机会上去 但是你15这个中间位置呢 你还要去想叫位 啊 会不会现在比如说吃鱼库或者拉回啊 以叫15为主 已经在描了啊 这个要处理 嗯 现在14 盘起来 角度 稍微有点正啊 嗯 值也够用 看的是两个位啊 一个左上角底带 一个右边踪带 嗯 用低竿 发力 所以说 再一次的去确认 起来 再走 嗯 好像应该是两个底带了 13从来 没有好角度了 嗯 中低竿横过去啊 嗯 有点心 哎呦 人 看到没有人也是在做肢体语言啊 还是啊 当然这杆球一定记住低竿不要太多 啊 力量呢放的比刚才要轻一半 二 打进自然弹起来就行了 小低竿轻点 薄了 薄了 能不能进 不能 薄太多呀 还是没较到位 刚才登过去那个 没较到位 十五教师三 那根 哎 带 带勇这是 可能对自己不满意啊 但是也不应该这种食物啊 好 八九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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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一二一 大 那 一 二 一 谢谢大家 二十一局带勇开球 开球试机 带勇开球试机 应该是两次了 没有球进 两球过信 第二次了 咋 告诉带勇 你两次时机了 这是裁判员要提醒他的 小扫酷 一号 靠谱 基本上都是纵带了 看焦不焦到位 觉得好像还稍微差一点 现在调一下 可能是一号右边中带就油了 那么先打掉四号 右边露出来 一号就中带 那还是打这边 顶一下 七号 这种九号都不去顺便顶一下 就想要一个特别近的 已经进入一种模式了 叫杨帆的叫位模式 百周到位率相当高 K8还是中带 这有点像打四孟克里边打15个篮球那种感觉 21局杨帆胜 比分15比6 22局杨帆胜 心劲非常高 能感觉到 七号被凌 五号又进 哎呀 这运气也是帮的 运气也是够神的 真的是 这种力度 运气都帮你 起码有三次了 终对没进 迪带进了一个 你12号这个位置 是K还是直接打左摇摇底带 有时候球打风的时候 这种球真的是就走位了 不去讲K 直接叫到里边 直接打底带 来 看看能到那 两侧啊 两个球都有的话会 叫几位方便 有时候 谢谢大家 看一下最后12号位置 打进啊 就可以交到11 再次的擦白球 阳凡这场比赛 给我稍微估计一下 应该有20 20左右了 非常慎重啊 每次擦白球 就是他想停一停的时候 对 然后关键一下 并且是关键球啊 打进就可以交到11号 右边动弹 薄了又薄了 这个带脚打两次了 中带啊 看会不会帮进啊 低竿拉回来 用42球去挡11 力量太轻 没挡住 进球无效 11号 看准度了啊 11号就抵戴 推进上去 还擦吗 找焦粉 焦粉在裁判手里 推进 稍微要给点力 较黑把左边装带就可以了 阳帆这一站好几个啊 贴裤远台都是差的比较多 我只能说这是九球杆的典型情况 对 这么稳 这么准 这么稳的圈手 阳帆更像一些 怎么说 在半台内啊 控制白球非常好 然后呢 长台呢 白球贴裤就不用说了 11号就抵戴 这肯定是特别难的 这一杆就不会打厚了吧 打两杆薄球了 关键是1号 你别一出杆一哆嗦 打厚 但是还是进 8号9中弹 力量刚刚好 22局 杨帆胜 比分 16比6 杨帆arsh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顶4号 看9号了 好 10秒 延时 关键点还是要看一下9号 推上去 这是9号位 9号球中弹 看运气 这效果 运气还真的是不错 刚才好像是本意要叫1310 然后这样出9号位 保护应该左边动态也有 够下 脚步也加快了 开始颠了 基本上要关灯了 服务员买单 还没有 小后把 大友应该也是在这准备起来跟队手握手的一种感觉 苦笑等着你呢 也没办法 咱们还是非常认真 脚头位应该就握手了 本场比赛结束 杨帆胜 比分17比6 感觉确实好 杨帆还是老习惯 对 就是老天王 我们肯定过去说一些话的 要握手 多表示一下 不好意思 恭喜杨帆 进入了四强 晚上有颁奖 还有什么赵将 这是 有颁奖 跟在他们说一下 因为晚上是5至8名的颁奖 怎么样 因为还有合影什么的 明天那是进行的是半决赛和